室內容易跌倒的三大地點 這個危險的跌倒因子 在什麼樣的地方呢 肚子很痛的時候 因為腹膠的聲音很強 血壓會降低 所以很多人都是大小便扣 一站起來眼前一黑 然後就倒在那邊了 起身的時候 可能一個力量 它需要這樣服務以後 才能坐起來 是 那這樣子坐起來以後 好 先停頓一下 因為像那個血液循環好了以後 我們才是要去上廁所 不會傻 那這個腐具 也是讓你可以順利起身 然後可以慢慢的往前 走 安全的去到達這個廁所 歡迎收看健康遊方 我是阿娥 家裡面如果有老人家的話 今天這一集 你一定要認真認真的 仔細看一下 因為發現老人家 確實有許多在跌倒以後 發生衍生的問題 是大家必須要注意的 尤其是65歲以上的老人 六個人裡面就有一個 都有跌倒的經驗 我覺得這比率很正確 我婆婆去年一年 寶貴兩半 兩次都正面下去 我還帶她去做了很多很多的檢查 後來我發現好像不是 不是她平衡的問題而已 沒有跌倒的 走路 走路 跌倒的 跌倒的 腳踏不起來這樣 所以是不是肌耐力的問題 要造成她其實在走路的時候 恍來恍去的 像一個不倒翁一樣 有可能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怎麼樣 來聊一聊的就是 保命要防疊 不肯不肯 介紹現場的幾位貴賓 首先介紹的是 預防醫學的專家 陳黃光 陳醫師 大家好 我是陳黃光醫師 好 接著我們要介紹的是 空間設計師 玉秀秀 秀秀秀好 大家好 我是秀秀總監 還有我們的體勢能運動講師 胡夏欣 夏欣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夏欣老師 跌倒的風險 我們在現在這個年紀 沒什麼感覺 你到了過六十五歲的時候 你就發現 怎麼還不倒這樣 那有時候在新聞事件裡面 看起來也覺得挺害怕的 譬如說你看到這幾個 都在一百零七年的時候 我記得那個 歌仔戲國寶小明明 他時候在家裡面浴室跌倒 重創到後腦 被送到醫院 被發現的時候 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救不回來了 然後還有一個 前台泥的董事長 胡承宇也是 大家印象深刻 在飯店樓梯沒有扶手 摔下去頭顱骨折 昏氣 爐內出血 中樞神經衰竭 還救了兩天 一樣是救不回來 所以 陳醫師是不是真的很多老人家 很容易有這種跌倒的困擾 對這個問題真的很大 對 剛才阿兒提例子 我昨天光去吃個麵 我就聽老闆娘說 他最近就跌倒兩次 是不是 他年紀跟我差不多 不是算年紀很大 對 所以跌倒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老人家為什麼容易跌倒 我分幾個層面 一個是發生原因 一個是發生當時 他可能缺乏某些東西 那就跌下去了 那當然後面問題很大 第一個就是要跌倒 常有幾個因子 就是說我沒有辦法保持平衡感 例如說大腦本身有一些特殊疾病 或者小腦 那個或者說還有很多 我們沒有意想不到的 例如說我就是眼睛不好 或者我耳朵有毛病 我都沒有辦法保持平衡 因為身體跟這些器官有關 第二個 有時候老人家會吃一些藥 大家都忽略掉了 有時候會吃安眠藥 有時候會吃一些特殊的藥品 它就會產生那個什麼 昏塵昏塵 身體重重的 對就會跌倒 所以那些是很基本的東西 那第二個東西就是說 老人家一般都有一個大問題 肌肉萎縮 然後他維持平衡 還有反應力變差 他沒有辦法像年輕 維持平衡 跌倒 用一個什麼藥質翻身 然後突然我就又回到很胖的姿勢 老人家常就直接跌下去了 他跌了就看運氣 如果像這兩位名人 跌傷到頭 話就很嚴重 那有一種也很嚴重 因為我們最常見 老人家常出現問題 大家耳熟能詳 骨質疏鬆 他屁股著地 然後就骨折了 然後再來就臥床 然後後面的問題就一大堆 照顧問題 然後什麼入瘡 肺炎 尿道炎 故事都會怎麼樣開始 是 所以我們以為說出去 要注意那個過馬路怎麼樣 走公園要小心怎麼樣 常常跌倒就在家裡面 對 怎麼會這樣子呢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家裡面是不是有很多的危險因子 其實是有一些風險的 來 我們跟大家分析一下 室內容易跌倒的三大地點 一 二 三 我從第三名開始好了 好 我們來看看第三名呢 這個危險的跌倒因子 在什麼樣的地方呢 浴室 浴室 有可能喔 應該就是水滑溜滑溜啊 這個地方很容易摔倒 沒錯 第一個除了浴室有水 第二個浴室 大家常常用清潔劑 更滑溜 然後再來就是為了清潔方便 常常沒有什麼護墊 那我另外要提一個東西 我們今天現場的出現 叫馬桶 馬桶 對 不要小看馬桶這種東西 因為我常常講 有時候我們肚子很痛 或者說半夜突然去小便 因為我們在大小便會運用到 是肚子的那個平滑肌 會運用到腹膠感神經 肚子很痛的時候 因為腹膠感神經很強 血壓會降低 所以很多人都是大小便扣 一站起來眼前一黑 然後就倒在那邊了 那如果我要 家裡沒有老人 我希望可以加強一些防護的話 我該怎麼樣在設計上著手 是的 那浴室一般來說 大家大概會覺得說 應該他是第一名才對 結果還有兩名比他還要更厲害的 是哪裡 奇怪 他竟然是第三名而已 對 第三名 那這個浴室 其實基本上 我們常常會看到一些 就是比較NG的一些設計 那怎麼說 我這邊有一些資料 做得不好的NG畫面 譬如說 我們在這個入口的地方 會有一個門檻 那一般老人家 其實他的腳力不夠 所以他有可能抬腳 他就抬那麼一公分 可能這個門檻就讓他跌倒了 一跌倒以後全身都往前鋪 頭不小心碰到 那是很危險的事情 所以說這個門檻 一定是要讓他去除 而且要做到平坦 那再來就是除了平坦以外 也不能太窄 如果太狹窄的話 它基本上也是不夠讓 我們的身體能夠順利的通過 所以說一般來說 我們要做到的是 要有一個無障礙的平坦的 解水溝槽 那這樣子的解水溝槽呢 如果浴室有水的話呢 它基本上呢 它還是會把這個水呢 直接下到水道裡頭 對 會到這個水槽下的 對 那但是有輪椅 或者是我們行走過去的話呢 它是可以平坦的通過的 不會踢到腳 對 那這個就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設計 OK 那另外呢 在這個浴室的這個壁面呢 我們也做了一些扶手的這些規劃 那包括我們在這個馬桶啊 有這個起身椅 等一下呢 我們也可以做一下示範 是 那再來就是 我們還有這個 一些通道的部分 要做得比較寬敞 是 我們在外面看到很多馬桶 它邊邊會有一個把手 對 讓你可以拉一下起身 那在家裡面的浴室 你覺得可以用什麼樣的方法 是的 那一般我們在公共空間的把手 它可能會有旁邊一個L型的一個固定把手 是 或者是一個可鮮式的一個扶手 對 那在家裡的話呢 有時候老人家可能光靠這兩個把手 是不一定夠的 那他們可能要用的是一個起身椅 那我們是一個馬桶起身椅 OK 好 我們來試試看 這個是一個 這個就是一個馬桶起身椅 對 我們先假裝這個馬桶 不影響你馬桶的結構 多一個把手是不是 是的 那現在是假裝是在馬桶上 是 那當這個老人家有時候蹲馬桶坐久了 膝蓋如果已經痠 已經就是麻痺了的樣子 對 麻痺的時候該怎麼辦 腳麻痺沒辦法走 對 那這個時候該怎麼辦呢 不然不起來 對 那就要有旁邊兩個這個 起身椅的一個輔助 讓它可以慢慢的起身 喔 對 那這樣的話它就可以 把它順利的站起來 這樣子 平常就是 肌耐力要做一些練習 會不會說我比較有力 拚拚六十歲 人家在拚山 你在馬桶就拚不起來 這樣就差太多了對不對 好 有沒有什麼樣的好方法 建議給大家 我有一個學生媽媽 她是六十歲 然後她就跌倒的時候 手去撐地 那因為沒有肌力的 所以她就開放性骨折 哇 就斜斜 就一直噴 就跌倒撐一下 對 還好家裡還有人喔 家裡有人 不然那個大量流血 也是很危險 其實這是最常見的骨折 所以我是建議大家 在運動的時候不能軟腳 但是你在跌倒的時候 反而是你趕快把那個高度降低 其實你那個高度差的衝擊 會比較小 所以我們在快要跌倒的時候 我會建議大家反而是趕快 趕快把降度 那個高度降低下來 而不是是大家會 我不知道要扶哪裡 因為不要說老人家 我自己都有在浴室跌倒的經驗 是喔 就會臨時不知道要扶哪裡 好像扶這個 怕它會破掉那個 那個瞬間我來不及思考 我是要喊人 我還是要拿東西 對 所以今天就趁機說 如果你有這樣的機會 突然要跌倒 趕快把高度降低 重心降低 那當然最好還是 你有辦法有能力 趕快抓一個東西 自己手有辦法支撐 所以家裡你沒有這個球沒關係 你只要有枕頭 那抓握的能力很重要 因為跟你的小手臂 跟你的二頭肌 那二頭肌有連到我們的胸 所以你就是常常 抓握這個枕頭 拿過來 抓握這個枕頭 拿過來 那你看我每次抓握的時候 胸口都有稍微擠壓的動作 因為我們的支撐 跟你推的力量有關係 那推的力量 跟你的胸大肌 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就常常抓握 打開 就是銀髮族群 我們抓握的能力 一定要保留 不然久了之後 你手也會沒有力量 那再來第二個好用 就是家裡你有毛巾 會有彈性 所以我們要去常常 做擴胸的動作 讓大家 你的前胸的肌肉 可以去做到發揮 背的肌肉可以去做到發揮 所以利用這個彈性 只要往後夾背 往後拉 這樣子擴胸 夾背的動作 OK喔 重要的點是在夾背 就要注意 就是你要 背要夾緊 要背要夾緊 那你上半身的肌力 就會透過這兩樣 很簡單的東西 毛巾跟枕頭 去鍛鍊出來 第二名容易跌倒的地方 是哪裡呢 來 請看 這個扶具它還是有一個作用 它可以倒下來 然後做你的扶具 你的手也不用抬得太高 它就可以讓你可以 順利地慢慢地爬起來